还要来看看第一届的台南甜点节 盛大在海岸路商圈登场 活动也吸引了好多人前来参加 不过现场好多人都没有戴口罩 忙着试吃也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 在疫情严峻的当下也掀起批评 目前活动决定临时喊咖 就怕逆时钟被骂翻 台南甜点节的海岸山圈的路上 今天这里真的是超级多人 拿着手机开直播 台南甜点节正式起跑 人山人海许多民众席家带卷前来参与活动 因应疫情的关系记得戴上我们的口罩 尽管高分被宣导防疫措施 但仔细看看现场不但有人脱口罩忙着试吃 更是为保持社交距离 在疫情严峻的今天当然引来外界痛批 有网友留言炮轰 疫情当前还办这种活动 更有人说一看过去依旧有人没戴口罩 面对种种抨击声浪 现在主办单位也决定停办 听闻活动将取消 民众大呼可惜 台南第一届甜点节 原定本月30号31号 在海岸路商圈登场 活动也吸引大批人潮 但有鉴于疫情持续升温 加上现场许多民众为遵守防疫措施 因此活动临时宣布喊咖 主办单位他没有遵守防疫计划 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的规定 卫生局会依据市政来做一个裁法的动作 就怕人潮聚集增加群聚风险 市府介入处理 只是就怕产生防疫破口 现阶段人应以防疫优先 也希望民众跟摊商们共体时间 借黄富奇一摊报道